到台北捷運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每當末班車一結束 大家下班的時候有一批人 這個時候他們才要上工 他們負責的是捷運列車的維修跟檢查 要細心 但是你的手腳也要夠快 因為所有的工作必須要趕在早上 第一班車開出之前結束 我們就帶你到北捷行控中心 和列車維修的北投機場來看看 這裡的夜晚非常的熱鬧 捷運站裡等車的畫面 通勤族一定非常熟悉 台北捷運每天約有180萬人搭乘 發車超過3000趟 又在準確的時間靠站不誤點 靠的是位於台北火車站的行控中心 控制員緊盯一幕 進行列車調度工作 但是當搭乘木班車的旅客下了車 車廂裡的燈熄滅後 負責維護捷運的人員 工作才正要開始 捷運緩緩的進入自動洗車隧道 洗車刷不停旋轉 將車廂沖洗乾淨 再停到捷運的停車場 駐車區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台北捷運的駐車區 這地方可以停30列捷運 包括新一線跟淡水線的列車 都停在這裡 讓工作人員可以上車做清潔工作 清潔人員走進捷運車廂內 插著窗戶 地板則要先除垢 再打蠟 灑那個藥劑 然後再除蠟 除蠟完就是吸水 吸完再拖地 拖地完就是準備上蠟 捷運車廂每兩週 地板就得重新打蠟 一輛列車共六截車廂 得花上六個小時才能完成 除了確保車廂乾淨 讓乘客坐得舒服之外 鐵道的維護也非常重要 噼哩啪啦的聲響冒出火花 維護車進行軌道焊接工作 為的是讓列車行駛時 可以更加安穩 還有列車的輪胎也必須定期保養 要保證捷運百分百安全 確認它是黃燈 就表示說路徑確實已經成立 然後車子就可以經由這個路徑 把它調往轉換軌 或者是其他軌道去 按下按鈕塔台 則是機場的指揮中心 負責調動進入機場的列車 台北捷運全年無休 收班後的夜晚 更得小心翼翼的進行維護工作 任何細節都馬乎不得 確保捷運每天都能順利營運 UDN TV 陳軍傑 李宗憲 台北報導